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雁铭,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军雄,我们接着来讲晋江之鹰,前景长征 国文1568年,凭借着殷亲的友好关系,战前直田信长在前景长征的中介下与六角家谈判,希望在上落的时候得到六角家的协助 但是,一来年前,信长所击败的北一市豪族官士与宫藤士,原来都是服从于六角家的势力 信长夺取了他们的领地,就已经是与六角家的宣战行动 二来,当时六角一贤一智父子,早已经被掌控京都的松永九秀和三好三人众收买 所以要得到六角家的协助,无疑是白费力气 晋景长征当时就不了解为什么信长仍不死心,空耗了半个月的时间来和他们谈判 在与六角家的谈判彻底失败,宣告破裂的七天之后 信长为了扫除上落之途的障碍,开始向六角家宣战 这就爆发了观音四城之战 原来信长一方面在南近江与六角家谈判 另一方面则是派遣了使者,前往三合国 催促盟友德川家康出兵 而德川家康率领着三合的部队,以风雷之势,火速进军 这样,钱景家,知田家,德川家合作联手 信长总共率领了五万大军,攻入了南近江 关于知田联军的兵力,有三万人和四万人不同的说法 关于1568年,信长9月7日正式出兵 9月8日跟前景长政在左河山城会师 知田军在高宫一带滞留了两天休整 然后进军至爱之川,周边布阵 在获知信长进军南近江以后 六角一贤父子为了防备敌军来袭 分兵于齐座城,河天山城加强防卫 让吉田仲高,剑步秀明,率兵三千镇守齐座城 另派了六千兵马守备河天山城 但是六角家的大将,普生贤秀 本来想发兵增援齐座城 但是六角一贤觉得没有必要 因此普生贤秀就回到日夜城把守 信长在十二日先派了森口城 柴田盛家和板井正上为先锋 跟观音寺城兵交战,斩首八十多人 当然信长希望前景长政监视观音寺城 知田军去攻打河天山城 但遭到了前景长政的拒绝 于是信长就改以板井正上监视观音寺城 美农三人众监视河天山城 做出阳攻的姿态 然后他率领其他的部队 在九月十二日度过了爱之川 信长将军队分成三队 第一队由道业梁通率队进攻河天山城 柴田盛家和森口城进攻观音寺城 另外叛遣了左九坚信圣 风尘秀吉丹宇长秀 前景正真攻打齐座城 而德川家的松平细一 也作为先锋参加了作战 德川支田两方的勇将 联手合力 迅速的就攻破了齐座城的城门 而齐座城被拿下之后 河天山城守城的城兵 也惊恐逃跑 观音寺城发现 知田的主力转移之后 就出城攻击板井正上部队 但是被板井击退 在拿下了齐座城和河天山城之后 信长将本镇设到了齐座山 然后就向观音寺城发起了总攻 六角异贤六角异智父子自知难敌 就放弃了观音寺城逃亡 六角父子逃到了贾赫 后来一度逃到了义赫国 观音寺城失陷之后 六角家的重臣浦生贤秀 在日夜城守城抵抗 但是信长呢 派了与浦生家有殷亲关系的神户居胜 劝祥 浦生贤秀就交出了自己儿子作为人质 归顺了知田家 在这场横扫六角家的联合作战中 信长让前景长正 将前景家与六角家多年的恩怨 彻底的发泄出来 前景长正也一扫多年的怨气 狠狠的痛击了宿敌六角家 这也让前景长正和知田信长 两人的关系达到了极盛的时期 在上落之后 每当信长接见一些重要的商人 和朝廷公卿的时候 都会当众的称赞长正 并且推荐这些要人 与前景长正结交 不过知田信长上落之后 他封赏将射金国分封给了家臣 一丹七星 持田圣正和和田为政 大和国则成为了松永九秀的领地 同样有份参战的盟友 前景长正 却没有受到信长的任何封赏 关于这一点 从现存的史上来看 前景长正并没有太多的怨言 但是他父亲 前景九正和一些家臣 对信长的这种做法 颇为不满 很快 前景长正与之田信长的盟友关系 就受到了挑战 而前景长正也面临他的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公元1570年 幕府将近足利一昭 认为信长对他的将军权力 有诸多压制不满 就纷纷地向京都附近的众大名势力 发布了讨伐信长的习文 域内书信 首先足利一昭联合了月前招舱家的招舱易警 然后他又给前景长正发来的信 另外的还有六角易贤 武田信玄 本人寺显如 名目中秀 三好三人众 这一干大名 希望他们组成第一次信长包围网 那么在这次信长包围网中 最重要的势力还是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响应了足利一昭的号召 亲率大军迄今上落 这就给信长包围网增添了不少底气 也使得直天信长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危机 特别是武田信玄在三方圆 击败了德成家康 这使这些反信长的大名看到了希望 为了打破包围网 信长就选择了屡屡无视他上落命令的招舱甲 来进行讨伐 由弱霞发兵进攻越前 不久就攻占了由招舱一门招舱井横驻守的金旗城 由于招舱家不敌 希望世代交好的前景家发配援军 我们之前讲过 在前景亮正落难的时候 正是招舱家伸出了援手 所以前景家和招舱家的关系 是属于世代交好 前景九正名义上已经隐居 但实际上还握有强大的发言权 首先他为前景长正分析 认为有许多必须舍弃与支舱家同盟的理由 其一 前景家在溃灭亡的时候 正是得到了招舱家的支援 才得以生存下去 所以不能够忘记招舱家的恩情 其二 招舱家与前景家的关系是唇亡齿寒 如果坐视支舱家灭掉招舱家的话 那么前景家就没有出路了 四周的领地皆被包围 一旦支舱灭掉招舱 支舱家就掌握了北边的越前 南边的南晋江 东边的美农 西南方的山城京都 其三认为 自古以来 前景家和招舱家世代交好 更何况比起支舱家 招舱家是前景家更早递家的盟友 所以前景九正就逼迫着前景长正救援 而老真派的代表 以海伟刚亲 赤伟清刚 余森清真为首 赞成九正支援招舱家的意见 但前景长正自己认为 义兄之前信长快速崛起 日后必定是天下霸主 世交招舱一警 整天沉醉于故乡 一城古城 不理正事 招舱家的实力 在经历了招舱真警 招舱孝警 招舱异警 这三代以后 也就是招舱最后一位 英明神武 志勇兼备的家臣 招舱较警去世之后 正在逐渐的衰弱化 而前景家臣中 也有为数不少的家臣 转而支持支舰家 比如公布济润 远藤之经 阿碧真争等人 对于招舱异警的优柔寡淡 感到十分的厌恶 但是 前景九正 非常讨厌信长 因为他认为信长在上落之后 前景和之前的同盟 实际上属于主从关系 长正在信长上落后 没有获得优厚的封赏 引起他的父亲九正 与前景家中家臣的不满 加上幕府将军足了一招的煽动 前景长正渐渐压制不住 前景家亲招舱家臣派的声浪 最后前景长正经过仔细的分析和判断以后 他觉得响应将军的号召 讨灭信长 家中的分裂不会严重化 所以在众多家臣和自己父亲的压力下 前景长正做出了选择 加入到信长包围网的一环 关于长正的这次选择 一直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 毕竟前景长正的这个选择 导致了他最后惨死的结局 也让他从信长的亲密盟友 变成了信长欲除之而后快的子敌 但是前景长正呢 是战国时期年轻有为的杰出大名 他能做出这个选择 绝不是简单的因为屈服于外力 长正和信长 有着一些根本理念上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之前信长天下不武 他不惜大动干戈 也要掌控天下 而前景长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曾经手书《无量寿经》中的经文与屏风 这个屏风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是日本重要的文物 在这个屏风上写着 佛所有旅 国以秋聚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天下不武和兵戈无用 这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观念 前景长正 虽有人正之名 他对待家臣和属民都很好 因此深受爱戴 在他最后 小武城 沦陷自杀之前 他在给家臣的书状里写道 此番守城之功 不胜感激 作为对于一起奋斗到最后关头的 家臣们的感谢 这份书状也被成功逃出的家臣们保存下来 是为君臣之间最宝贵的信物 关于前景长正反叛的原因 一直以来最广为流传的 就是前景三代记 所提的说法 在之前前景两家联姻的时候 信长答应长正 不会攻击赵丧家 而后来出尔反尔 这导致长正的父亲九正大怒 在家中仍然保有不小发言权的九正 强行要求长正与信长断绝关系 但从目前的史学研究来看 先不论前景支田两家联姻的时间 两家交好 这是由前景家首先提出的 而非支田家主动购合 因此前景家在与支田家联姻的时候 是否有资格让信长承诺 不进攻招仓家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一直流传的 早在前景量正时期 前景招仓两家就结成了身后友谊 但是研究尽将中世纪史的学者 泰田浩斯却提出 在前景量正和九正时期 没有一次的史料能够证明 前景和招仓两家存在着身后的关系 倒是出现过招仓家联手六角家 攻击前景家小古城的前科 这在招仓宗敌画记 招仓家传记里都有所提及 六角定赖还致信感谢了招仓宗敌 出兵协同仪式 因此江楼记这样的二次史料里 记载的前景家招仓两家 古兰友好的事情就要打个问号了 从目前提及较多的反派原因里边 有以下几点 一信长攻击中 信长对长正的态度是 江伟都已经交给了长正 还有啥不满足的呢 由此来看 信长是把长正当成了手下的小弟 而当初联姻的时候可是对等立场 并且长正是不是会像德川家康那样 长期甘愿作为信长 手下的小弟不得而知 从信长拥立足力一招上落之后 给朱大明下的尽力修理 五家运用等式的书状中 提到了北田大纳岩殿 德川三合守殿等等 而前景长正只是被挂靠在了 晋江经济殿名下的角柱里 也就是说信长把自己上落的通报 是发给了经济家 而不是前景家 他只把前景家视为晋江的国人重 而并不是晋江的大明 此外信长没有跟前景长正通报 就汉然出兵了招舱 在之前信长上落的时候 前景军随从之前军攻击六角家 也没有获得什么奖赏 这自然就造成了前景家 对于之前信长的不满 另外 学者小和田哲男 结合二次史料招舱始末记中 有前景招舱六角 互通消息搅乱信长来看 提出了或许中间有足力一招 暗中运作的可能 但他并没有展开论述 另外一个学者 翁岛靖一 在他的著作《前景三代记》中指出 常政的反叛可能与信长的政策有关 比如信长采用的索领 给予的主从关系结合 与前景家一回契约的家臣团 结合方式之间的矛盾 常政对于信长麾下 未来可能会服从其军役 或者听其命令 频繁出兵的危机 近江岭内村落自治 与信长采用的检地支配方式的冲撞 这些都是之前前景两家产生对立的根本因素 所以前景常政对于之前信长的反叛 并不是单纯的外力作用 更多的是在这些表里各因素 共同作用下而发生的 前景常政反叛所抓住的那个时间点 非常的致命 他就在信长军拿下了金旗城 迫使招舱紧横降服之后 沿着木崖卡继续推进的时候 前景常政反叛了 当时信长得到常政反叛的消息 简直是不敢相信 因为这意味着 之前军陷入了被招舱和前景两家 首尾夹击的境地 按照招舱夹击 这个后世军纪独物的说法 信长的妹妹阿世 送来了被记好带口的一袋小豆 暗示兄长长政谋反 起初信长还不相信长政会谋反 再次得到确认之后 立刻下令撤退 说明信长已经意识到 形势的严峻 有趣的是 根据坊间传闻 阿世送来了这袋小豆 前景常政是知情的 但他并没有制止自己的妻子 给信长送来了这个提醒 真说当时前景常政心里所想 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 所以我们只能凭空猜测 他也许希望 曾经被自己当作偶像的兄长 之前信长 能够争得一线的生机 按照我们之前在讲之前信长的时候描述的 信长留下了风尘秀吉 在金旗城殿后 自己率领全军撤退 在风尘秀吉和德川家康 拼死殿后下 信长最终安然脱身 而金旗大撤退 也成为日本战国史上撤退战力 经典的战力 不过信长在返回京都的时候 据说身边只剩下约十人 这在信长一生中 是非常狼狈的时刻 那顺利撤回的之前信长 自然是不肯轻易的善罢甘休 他的反击马上就开始了 为了消除六角父子 在晋江对之前的阻碍 信长首先派出了 左九坚信圣和柴天圣家 进攻六角的势力 六角势力被击溃之后 南晋江一带 完全落入了信长之手 信长紧接着就命令风尘秀吉 对晋江美农国境内 前景方的家臣进行劝降 连刀城的守将 枯秀村和长笔寨的守将 通口之房两人 向知田方投降 那么准备好的之前信长 就开始了对前景家的征讨 他从七府城出发 进入金江 攻下了长笔 和柳安伟两个寨 然后在长笔布阵 这个阵容一直保持了一个月 信长在进行主要的战备 也就是铁炮和火药的调打 他命令借了金井宗九 运送铁炮药30斤 和烟消药30斤 20日信长军向长正的主城 小古城逼近 但凭着天险要害构筑的山城 不是这么轻易可以拿下的 信长命令孙可城 板井正尚 翟腾正丘 不破光志 婉尾长照等人 向距小古城西南3.5公里的 银雀山进发 在小古城下各地放火 信长在小古城南面 约4公里的虎域前山 设下本镇 紧接着他将阵地 以往隆比 对小古城的支城 恒山城进行包围攻击 来引诱前景长正出击 而板井正尚 风尘秀吉向北回击 森可城单宇长秀 风屋赖龙向南侧进攻 柴年盛家 世家普全 安藤守旧向东攻击 左手坚信盛 道业梁通等人向西攻击 全军向着前景的城将 大野秀俊 三田村国定 到恒山城进行强攻 由于小古城是高299米的 难以攻陷的不落坚城 一般攻城方 需要有守城方 十倍的兵力的常规 这个时候支田军的兵力 还不足以攻克小古城 而信长包围恒山城 就是要引前景长正 出城野战 恒山城是越前 通往近江的要地 如果陷落的话 前景长正就会与左河山城 这些重要的城池 失去联络 而德川加康的援军6000人 这时候也到达了 支田德川联军达到了3万人 而另外一方 招舱家 援救前景家的军队 也到达了 前景招舱的联军达到了18000 这场仗是非打不可 所以 紫川之战正式爆发 关于这场核战 我们下一集 再给大家继续的讲解